击传死讯 好友的悼念之情 据高智森透露 何嘉慧大概率是因肝癌离开人世 因为在上个月的时候 何嘉慧还亲自给他消息 邀请他参加一个肝脏基金会 当时两人虽然只是通过聊天软件沟通 但对方并没有向他透露自己的身体状况 所以此次突然得知何嘉慧离世 高智森除了惊讶 更多的则是遗憾 遗憾未能见到好友最后一面 据了解何嘉慧其实已经淡出荧幕多年 所以不少小伙伴对于他的名字 还是比较陌生的 在多年前 他就放下了自己的演艺事业 移民到加拿大生活 这些年在加拿大 何嘉慧的日子虽然简单 但特别充实幸福 据身边好友透露 在离世前两个月 何嘉慧都依旧在朋友圈上 分享一些自己拍摄的生活短片 视频中 何嘉慧也有出镜秀查艺 整个人还是精神抖擞 完全看不出他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 何嘉慧的演艺生涯始于1973年 当时他毕业于第二期无线电视议员训练班 从无线训练班毕业后 他自然而然地签约了TVB 正式踏入了演艺圈发展 查询资料可以发现 何嘉慧当年在无线训练班的同期同学 包括五位国 卢婉英 吴幻怡 以及苏恩慈等 像卢婉英 苏恩慈等 至今仍活跃在TVB的荧幕上 卢婉英成了知名老戏骨 育用妈妈 苏恩慈则成了了TVB的金牌绿叶 育用三姑六婆 如果当年何嘉慧没有选择淡出娱乐圈 移民到加拿大生活 不知道这些年 他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被大家熟知呢 话又说回何嘉慧 当年何嘉慧凭借其独特的气质和出色的演技 迅速展露头角 在黄飞红中 他与导演高志森合作 饰演女徒第一角 高志森在社交媒体中回忆说 当时他还是一名中学生 而何嘉慧已是有了知名度的女艺人 两人的合作非常默契 这也为他们之后的深厚友情奠定了基础 除了影视作品 何嘉慧在1978年加入乐坛 推出了个人大碟小白传 他的音乐才华也得到了业界的认可 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粉丝 然而好景不长 1988年 何嘉慧以不投行事签约亚视 演艺事业开始走下坡路 不久后便选择退出娱乐圈 移民至加拿大温哥华 尽管离开了娱乐圈 但他并没有远离艺术 在温哥华 他主持了华侨之声的《慧言轻音》节目 继继续与粉丝们分享他的艺术见解和生活感悟 胡锋在2012年到温哥华开演唱会时 特地邀请何嘉慧合唱 这也让粉丝们再次看到了这位女神的风采 何嘉慧一直热爱生活 热爱艺术 他的离世 确实也很突然 也令外界感到震惊 人生无常 但星光永恒 何嘉慧的每一个作品 相信何嘉慧曾经在荧幕上的每一次的笑容 都将成为我们永远的回忆 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 依然能够绽放自己的光芒 一路好走 愿天堂不再有痛苦 一路走好 据香港知名导演高智森透露 TVB前知名女星 资深艺人何嘉慧不幸离世 其家属并未公开何嘉慧离世的原因 但据高智森猜测 何嘉慧大概率 是因肝癌离开了人世 在上个月的时候 远在加拿大的何嘉慧 就曾经主动联系高智森 邀请他加入一个肝脏基金会 当时两人是在手机上进行聊天 尽管很久没有见面 但两人都聊得特别开心 由于是隔着手机屏幕 高智森也不太清楚 对方的身体近况 何嘉慧本人也没有向他透露 任何自己生病的消息 结果时隔一个多月 高智森就收到了何嘉慧离世的消息 确实令他都特别震惊 据何嘉慧身边朋友透露 最近一年何嘉慧依旧和过去一样 喜欢在朋友圈分享生活 所以大家也未能察觉 何嘉慧有什么不妥 完全不知道他生病了 在今年8月的时候 何嘉慧还曾在朋友圈分享了短视频 视频是一段他享受差异生活的动态 视频中何嘉慧依旧是精神抖擞 面对镜头也是笑脸迎人 这也很难让外界察觉何嘉慧生病了 只能说何嘉慧的心态一直保持的还算不错 何嘉慧早年在香港娱乐圈还是有一定知名度 据了解何嘉慧的演艺生涯始于1973年 当时他毕业于第二期无线电视议员训练班 他的同期同学包括卢婉英、苏恩慈等人 这些名字后来在港剧荧幕上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年何嘉慧外形出挑 凭借其独特的气质和出色的演技 迅速开始在娱乐圈中创出自己的一片天 在黄飞红中 他与导演高志森合作 饰演女徒弟一角 算是他在荧幕上最为经典的角色之一 随着何嘉慧的离世 高志森在社交媒体上回忆起与何嘉慧的合作时说 当时他还是一名中学生 而何嘉慧已经是香港电视剧的明星 这次合作不仅让两人成为了朋友 还为之后深厚的友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两人都觉得彼此非常有默契 除了在荧幕上大放异彩 于1978年踏入音乐界 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小白船 他的音乐才华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赢得了更多的粉丝 遗憾的是 在1988年 何嘉慧以不投行事签约亚视 他的演艺事业开始就走起了下坡路 随着自己的演艺事业持续陷入低谷 他选择退出了香港娱乐圈 并移民到加拿大生活 过自己追求的理想生活 离开了演艺圈 凭借对演艺事业的热忱 他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热爱 在加拿大 他曾付出主持了华侨之声的 《慧言轻音》节目 继续与粉丝们分享他的艺术见解和生活心得 何嘉慧一直热爱生活和艺术 即使在今年的八月 他仍然活跃在镜头前 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里 依然能够绽放自己的光芒 就像网友说的那样 何嘉慧 您的光辉岁月将永远被铭记在我们心中 愿天堂不再有痛苦 10月10日 香港演艺圈又失去两位演员 相隔仅一天 令人痛心 10日凌晨 导演高志森发布透露 前TVB艺人何嘉慧 在8日上午9时46分安详离世 上个月曾邀请他参加相关活动 特别提到是肝脏基金会 猜测何嘉慧的死因与肝脏疾病有关 据悉 何嘉慧是TVB第二期培训班学员 出演黄飞红 狂潮 陆小凤 大亨等影片 后来转头亚视 出演凶灵 姊妹情等电视剧 何嘉慧90年代退出演艺圈 并移民加拿大 没想到会突然传出死讯 另据香港无线10月10日报道 著名演员孟海 于10月9日病逝 享年65岁 圈内有人杜大伟 卢慧光 发文悼念 孟海10岁当童星出演《风尘客》入行 他的师父是京剧大师粉菊花 与林郑英 肖方方师出同门 多次与林郑英合作恐怖片 包括《江师道长》二中饰演林郑英的徒弟 小海 孟海是圈内有名的龙虎武师 能打能倒 15岁获李小龙赏识出演《麒麟长》 后来又在龙争虎斗合作 去年受访谈及李小龙 称李小龙当年让自己跟着他拍戏 李小龙出手 快准狠 连温亚 都不够他快 二人缘分颇深 孟海后来还和李小龙的儿子 合拍龙在江湖 孟海的名气 虽不及李小龙和林郑英 但他在八九十年代 也是力捧小声 主演过多部动作片 1985年出演《皇家师姐》 或《金像奖》最佳男配 先后七次提名最佳动作指导 孟海在拍摄《皇家师姐》时 与片中女演员罗福洛音系生情 不过二人语言不通 一个只会粤语 一个只会英语 当时让杨子穷当 翻译才促成这段姻缘 两人交往五年 最终各奔东西 孟海表示 罗福洛想回美国发展 他则决心留在中国 后来罗福洛曾邀请孟海 去好莱坞拍戏 但孟海婉然拒绝 坦言从来没有后悔 孟海的侄女受访 证实死讯 透露孟海去年患食道癌 积极治疗 可惜没有效果 走的时候很安详 近大半年 抗癌非常辛苦 妻女陪在身边照顾 桑礼赞由太太操办 感谢圈内友人一直以来对孟海的帮助和关心 据悉 孟海与圈外妻子结婚多年 欲有一个17岁的女儿 2014年 拍完一个人的武林后 全面退出演艺圈 也愿孟海老师一路走好 安息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